女世子每天挥霍家产在花楼作乐 却被母亲夸赞连连 还赏了她两百两黄金让她再接再历 为了能让母亲满意 她以世子的名义邀请了京城所有的浪荡子 一起来到新开的花楼见证自己如何败家 只见她一厢厢的金银珠宝王一台 今晚所有开销都算我的 我与风楼的这位沈老板并不熟 可本世子就是偏偏看他顺眼 想为他花钱 也请各位要多多照顾这里的生意 对他好便是对我好 关键时候本可以再大肆宣扬一番 可他竟转头就离开了花楼 一旁的朋友深感疑惑 他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哪知他一走果然流言四起 妥妥地花了钱不完的败家子 却不像母亲的一句话 让他看不到尽头 你还不够荒唐 你应该更加努力地败坏名声 直到我真的无法忍受 你方可达成所愿 原来在半年前 他还是个有满腔报复 想要入朝为官造福百姓的世子 可因自身太过优秀 遭到女帝的忌惮并派出暗亭影帝刺杀他 而这时的他还在青山派进修 师父为了保护他 下了死命令让师姐们带他下山 哪知半路竟遇见一个遇害的驼子 心怀仁慈的他 不顾师姐祖兰执意要带驼子一起走 而这个举动将让他悔恨一生 下一秒暗亭总管出现 敢问几位小友中有输家的世子 输成吗 世子 你先走 师姐们让他先行离开 拼死给他争取逃离的时间 就在师姐们要命丧黄泉时 他竟及时赶了回来 阁下要找的人是我 可否放过他们 这世子还真是愚蠢啊 本有一线生机 却回来送死 原来他刚刚只是要将 驼子带到一个安全的地点 驼子好心劝他命贵不要回去送死 他却觉得生命根本没有贵贱之分 义无反顾地回去救师姐们 就在他要被杀害的瞬间 驼子飞身赶来 他是有邪分 但也轮不到阁下来说交 你怎么回来了 把这药吃了 稍后再给你算钱 只见驼子用剑力将后背铲平 奋力与其打斗 他支撑不住昏倒在地 可暗厅总管武力高强 驼子身受重伤才带着离开 在一个小河边休息 直到第二天官兵找来钱 才准备离开 他揭开脸上的假疤痕 和楼主长的一模一样 我也不知道是第几次救人 要是没了我 你都不能平安长当 长得倒是越来越好看 连同往年救你的账 我一病记下 终有一日 我会上门找你来逃 说你敢耍赖 我便嫁了 于是在回到家里后 他母亲为了保护家族的安全 只能让他假装顽固 为了能一名惊人 他找到朋友帮忙 并让楼主在大街上等着自己出现 在他走出马车的瞬间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 还要将他的马牵走 眼看他就要摔下马车 楼主眼急手快飞身将他抱住 哪知他一个没站稳 二人直接摔在马车里 他看着眼前的楼主 似曾相识地感觉涌上心头 可想得他竟压着自己 就气不打一出来 不料楼主一个翻身就换了个位置 不管他怎么姑牛始终站不起身来 而看在外人眼里 却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甚至偷偷掀开帘子鼓励 一刻钟的时间 他神清气爽地出来 楼主却扶住老妖出现 不料朋友的一波操作 让他都惊呆了 他借机将祖传玉佩送给楼主 惹得百姓们指指点点 成功名扬万里 却不想母亲虽然跟满意他的所作所为 但还是觉得不够 让他加紧努力 并提醒他为了掩人耳目提点了朋友家 他顿感不妙地瞬间心生一击 更衣 取我的配件来 再安排一队府兵 随我出趟门 只见他带着士兵提着箭直冲朋友家里 看到一身伤痕的朋友 他眼中闪过一丝恨意 正巧朋友母亲闻讯感来 就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你要打死他吗 夏臣的家务师 让世子见笑了 家务师 不想让我插手啊 夏臣不敢 你是亲生的 他每天泡在花楼作乐 却被皇上分为长盛将军 只因他年仅八岁就带兵灭了敌国 但他却非要当管理花楼的七品芝麻官 因为他看上了一个花楼的南关 为了追南关 他花了两万两黄金开了的花楼 让南关做楼主 甚至招呼所有达官贵族的浪荡女来撑场 可第二天 他却一把火将花楼给烧了 只为逼南关去给自己打理生辰宴 你这凤楼烧了几日 你就在我那叔父 住上几日 安排一些辅兵接他入府 哪知他将人掳回家后 却一次都没找过南关 你都让他们两个住进来了 怎么不去看看 我让他们住进来 就是做做样子 我看他们干什么 原来他母亲本就是帮皇上打下江山的元老 自己又没控制住能力立了大功 虽然皇上毫不忌惮地封赏他 但他知道这只是表面 因为皇上已经派出了暗庭刺杀他 所以为了保护书家和自己 他只能假装顽固女帝让皇上放心 可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在做戏母亲敬眼相中了南关 你从哪里寻得如此极品佳人的 母亲可是用心了 你看上的人不妥吧 以孩儿来说 他只不过是一个道具 无耳孝顺 但是母亲 我得通知一下我父亲哪 你要是想寻得新花 这还是我介绍的 这不太妥吧 此话一出母亲不再强人 可他又怎能不知母亲为人 只能下令打断南关的腿 却不想母亲静免了对南关的责罚 还请了当今花魁于怀 要让南关和妻叫高下 很快在他生辰当天 所有人都在期盼着 能提前观赏花魁大赛 不料花魁于怀竟没敢出现 而南关打死都不愿跳舞 给达官贵人们看 并让弟弟代劳跳成名座火秀舞 可他看着这热闹的生日宴 却觉得无比孤独 借口出去散心 默默看着心中人的手帕 哪知碰到了换好衣服 在等自己的南关 我知今日于怀不会来 而我也知 今日你一定会来 今日是世子殿下的生辰之礼 沈彦 祝世子殿下 生辰快乐 殊不知他每年中 最讨厌的就是生辰 因为这天是家族 聚集人群攀交情的日子 而南关为了哄他开心 敬放了漫天的烟花 这烟花的阵长 只有女帝才 你不要命了 竟敢偷宫里的东西 管他是谁的 我说属于你 那便是属于你的 他心中说不出的欢喜 南关更是在这漫天的烟火中 为他跳了著名的火秀舞 难道世子不会 我会 只是我心里已有别人了 哪家公子有这么大的福气 不是什么公子 就是个驼子 殊不知眼前的南关 就是他心念念的驼子 不料暗亭的人再次出现 暗亭引帝 恭贺世子殿下生辰 特令五等献上寿礼 宋世子早等吉乐 来的真不是时候 只见南关用红布蒙住他双眼 仅仅两三招就将暗亭的罗刹铲出 而他看到一脸血迹的南关 心生疑惑 再看到南关手中的清月宝扇 更加确定此人就是心念念的驼子 不料暗亭引帝出现 暗亭引帝 见过世子大人 看样子阁下 今日一定要取走本世子的性命吗 怕是这位小友 是要舍命护世子大人吗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被打断好事的南关 上去就和引帝一较高下 仅仅一招就身受重伤 你伤得不轻 当真连命都不要了吗 要想伤他 先顾我的事故 痴儿啊 今日我不杀他 随我来 南关为保护他更是义无反顾跟上引帝 在他带人赶上时 南关已经深受重伤 却还撑着最后一口气助他生辰快乐 可当南关醒来 他跟其表露自己真心 南关却对他敬而远之 沈夜那一介草迷 能否飞上枝头变凤凰 那就得看世子殿下的 原来南关和引帝对战 得知引帝已经是中天之境 要想护住他只能有同归于尽的可能 为了不让他忍受得到在失去的痛苦 只能忍痛将自己伪装成势力小人 想要靠他当上花魁 而好不容易找到心爱人的他 彻底跌入谷底 实不知味的同时 却还是想着帮南关做上花魁之位 更是买空整下京城街道的店铺的东西和店铺 一并送给南关 就连一个和南关做对的同行 也纷纷前来道歉并放弃花魁大赛 可他不知道的是 南关已经前往赴死的路上了 他是女帝唯一的皇子 却只能委身在花楼做南关 因为他是女帝的私生子 可他对女帝竟没有一丝恨意 还要铲除和女帝敌对的暗庭引力 甚至不惜修炼竞术也要对战 而这也让他得知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 只见影帝一脸心疼地劝阻他 你可知他会让你弃血逆行 你快点停下 否则你必死无疑 他却一招将影帝打得节节败退 可影帝毕竟已达重天之境 他这一时的功力大增中究是没什么用 没想到他居然以魅力自爆和其同归于尽 二人双双掉入大海 不料在海里的影帝 竟拼命救下重伤的他 你醒了 原来暗庭前人影帝 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而暗庭则是捍卫正义的存在 尚能监视皇帝下能监察百官 可如今的女帝 也就是当初的大皇女 为了得到皇位 竟不惜杀害自己亲妹妹三皇女 而她本该要替三皇女产除谋逆的大皇女 却因爱情下不去狠手 即便知道大皇女接下来会产除暗庭和她 可大皇女却用儿子的性命威胁 所以为了保住暗庭和儿子 她只能下令铲除所有反对大皇女的人 并让现在的影帝亲手杀了自己 夺得女帝的信任 可得知真相的他 却照旧面见女帝 甚至要帮女帝对付当初帮其夺皇位的书家 并计划让自己嫁入书家做奸细 而她保护了整整二十年的心上人 就是书家唯一的柿子 柿子更是将她放在心肩上 不仅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还以为她心中的沈夜已经不在这世上 在得知自己被刺婚的柿子打死不愿 可女帝拿柿子姐妹一家人性命威胁 让她不得不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她伤心醉酒 幻想出沈夜找自己算长 她只能独自心伤 第二天的赐婚大殿更是隆重至极 就连一直为敌的楚国都派使臣前来祝贺 并求两国交好 哪只女帝竟让世子去接下国书 果然世子被使臣劫持 女帝更是放下狠话 只要你们不伤害成儿 朕可以放你们走 但是你代化给燕国皇帝 若是成儿出了半点闪失 朕必会踏平燕国 而一旁的沈夜却觉得此事有诈 世子母亲为了不让女儿成为人质 本想带兵去强救 却被女帝已不能不顾世子性命拒绝 只能书信一封给妹妹 让其出兵救下世子 不能让世子成为人质受楚国威胁 可女帝竟也一封书信甘心世子性命 不让其出兵拦截 就在书皇陷入两难时 突然一人求见 请都督放燕贼与世子过境 我家兄长自有后发先至之法 而被绑的世子 却心里像明镜一般 不仅知道这是女帝所为 还知道这是女帝为班倒书家的计谋 哪只使臣竟临时决定要嫁给世子 并帮助书家夺得皇位 殊不知此时的沈夜已经得知女帝的计划 并派人见了书皇 说出自己的计划 而安全到达燕国禁地的使臣 怎么也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一个成咬金 果然在这里等你是对的 是你吗 来着何人 不是我还有谁 你不是死了吗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有亲口跟你说过我死了吗 都是你又灵 哪只使臣竟放出信号烟花 不料被告知他燕国驻军已经被书皇给灭了 紧接着两个大包袱将士兵打退 沈夜趁机救下世子 并让其赶紧离开 可惊讶未过的世子 好不容易见到心念念的他还活着 怎么可能离开 你若不走的话 便会再次成为神志 大不了就是一死 我不怕死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你若是一死 会有两个百姓都跟着你陪葬 这是你说成应该做的事情吗 直到他承诺自己以后定会陪他到牢 世子这才起码离开 可本就身受重伤的审验 又怎么打得过武功高强的使臣 而世子走到一半决心返回 你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笑 笑 他每天被庶女妹妹打着玩 却没有半分怨恨 为了给妹妹和姨娘争取升官的机会 不惜舍命去讨好杀人不眨眼的女世子 可世子不但没有为难他 还把他当成唯一的朋友 甚至亲自摆焰说明慕容家就是第二个世子府 而尽情享受他的成果的姨娘和树女 还不知道一个天大的阴谋即将来临 原来在五年前 他母亲被姨娘害死 他为了不被赶出慕容家 不仅认了姨娘做母亲 还帮其夺得家主之位 即便他夹着尾巴讨好他们 给他们打理生意赚钱 他们还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 不料这天被世子发现 直接带兵去给他做主 既然你来了 我便什么事 这子天下 这子 他在这儿跪了多久 你就要在这儿跪多久 否则我会很不高兴 母亲 听世子的话 跪下 掌刑二十八 我会派人在这儿盯着 哪知姨娘竟还想反抗 三十 还见世子看在慕容家 同时三十 来人呢 母亲 准备掌刑 姨娘不敢再造此 可她不但没感谢世子 还放下狠话不再和骑士朋友 而世子还是将她接回家养伤 不料世子竟闯下了大火 她为了不连累家族 自愿被妹妹绑了 送去大理四顶罪 没想到牢房里突然出现一个人 男人自接伤疤说起 当年被女弟灭门 她慕容家落井下石的做法 如今她被慕容家害得下瘾 真是天道好轮回 你以慕容家为荣 可如今是慕容家 把三小姐送到这里 原本三小姐可以不必受刑 是慕容家神的银子 嘱咐大理寺的人 一定要尽快地 让三小姐死在这里 有人要我的命 你来出我的心 原来最想让你死的人 是你的家里人啊 而她还不知道男人就是她那满怀愧疚的的未婚夫 并说出自己只希望现在能不连累家族 即便拿命换取慕容家平安 她也算死得其所 你的命是我的 我不会就让你这么死的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一直想杀自己的男人 竟在女弟下令将慕容家满门抄斩时 不惜劫于救下了她的性命 可她不但没有一丝感恩 还执意要返回大理四顶罪 男人心疼地想要骂醒她 明明不管她做什么付出 慕容家都不可能容得下她 她却打死不愿离开 送我回去吧 回去你会死的 就算死了 我也不能做慕容家的罪人 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赶紧随她离开 除非我死 不然我是不会离开的 无奈的男人只能将她送回大理四 不料碰到柿子 皇上已经收回成命了 不会再为难你了 你可以准备回府了 殊不知柿子是答应女弟迎娶自己不喜欢的男子 才救下她和慕容一家 而男子则是女弟安排在柿子家的眼线 不知真相的她还在家里养伤 男人赶来送伤药和她爱吃的烧鸡 慕容家义干人等还真是不在意你死活 也不给你找大夫 这瓶药每日扶上一粒即可 我顺便给你带了一只烧鸡 烧鸡啊 她满脸开心的要吃烧鸡 却还给男人解释是自己连累了家里人 并拿鸡腿给男人以示感谢 突然庶女妹妹破门而入 怒骂她私会男人败坏家风 她刚想解释 庶女上去就赏了她一个巴掌 不知羞耻的东西 我乃敌女 你是什么身份 也配跟我讲人情 而这也彻底激怒了男人 扶起她后将嘴巴上血迹擦掉 转头就给了庶女一个巴掌 替她还你 你 就算小成 更是拔刀将庶女带的人 打得落花流水 一把掐着庶女的脖子就走到房外 不料她仍旧不知好歹 沈丛 不可 她是我妹妹 她有把你当过姐姐吗 那也是我慕容家的家屎 突然柿子出现 她本想让柿子帮忙阻止男人 结果却让我解了气 继续 掐死了算我的 谁要找麻烦 尽管来找我便是 哪知她竟一口咬在男人手臂 逼得男人只能松手先行离开 而柿子比了笔她脸上的巴掌印 竟轻轻拿起庶女刚刚打人的手 还仔细擦了擦灰好好地放在地上 惹得众人疑惑不已 她则一脚踩在庶女手上 让其下次不要再将手放自己脚下 哪知庶女竟委屈地称这次是 她与男人私通败坏加风 举蠢 本柿子要护着的人 就是无论有理没理 是对是错我都要护着 可她刚到柿子家里却被刺了白铃 她是一心为百姓造福的女柿子 可女帝竟偷偷派出刺客想要她性命 哪知得知真相的柿子立马变成顽固 甚至还将花楼难关带回柿子父宠信 信以为真的女帝 竟直接将自己唯一的皇子赐给她当夫婿 不料在赐婚大殿上 女帝竟联合敌国使臣绑架柿子 想要彻底削弱柿子的家族势力 原来女帝根本就不信柿子的伪装 从始至终也没有想过真的将皇子许配给她 而是想利用好身边的每一个人 来实现对权力的把控欲 却不想皇子想到女帝的目的后 竟拖着重伤的身体来到两国边界 更是拼命将柿子救下 独自一人抵抗武功高强的使臣 没想到大主还有你这样的人 我以为柿子被绑 你们总要从长计 哪知道会有这般致知死地而后生的谋划 哪有什么谋划 只不过见不得她受委屈罢了 你是喜欢书臣的是吗 好强 我也喜欢她 鲁他和燕国就是为了同他成亲的 很好 你说完这话就是个死人了 就在皇子要支撑不住时 世子及时赶了回来 不是让你走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天庄 你休想在动他 世子 说过要与你成亲的 皇子也强称最后一口气将使臣斩杀 实验 实验 实验你行一行 原来二人早就情投一合 只是世子不知道他就是大皇子 一直以为他是花楼的难关沈夜 沈夜更是从小就开始默默在世子身边守护 就连女帝每次派人暗杀 都是沈夜舍命相救 更是为了世子将整个组织铲除 从而在世子面前彻底消失 本以为沈夜必死无疑 没想到还能再见到 他死死硬撑着那小小的身躯 背着皇子往自己国家走 可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累到昏迷 都没有走到国界 于是世子一路将沈夜背到了隶属敌国的妻女族 可即便知道早晚都会被敌国知晓 世子还是拿出家族玉佩替他寻医生 而医生明明知道他们是楚国人 还是医者人新选择了救主 待沈夜醒来得知在妻女族 更是让世子赶紧离开 世子好不容易等到沈夜回来又怎会同意 于是二人过上了普通人的夫妻生活 世子每天外出挣钱养家 沈夜则是在家下厨做饭等妻主归来 怎么不做点好的补一补 嗯 做什么 你不是要养我吗 还没开张呢 妻主不给火钱 是没的饭吃的 谁是你妻主 哎呀 还是那房东大伯看的真妻 他说跟着你过不上好日子 让我早做打算 什么打算 他跟我长得俊强 说再给我寻个富贵人家 炖炖有肉质 准备些干草 去把他家烧了 可看到世子连汤都端不稳的手 他心疼得亲自喂到嘴里 连脚都要亲自给洗干净 当晚齐女族的祭祀里 他不顾旧伤复发给世子摘的花环 希望二人爱情能有好的结果 好好好好啊 齐女族的花神 祝福你们 百年好合 压手一伤 而美好的时光总归是短暂的 第二天一早敌国将军找来 世子为了保护他 更是不惜用自己性命换他平安 你带来我的花环 你就是我的器主 你说过要带我回大厨 可世子只一句对不起就要被押去敌国 他刚想大开杀戒 兄弟们和世子小姨的军队赶来 并将敌国将军擒获 他则趁机问世子愿不愿意跟随自己 眼离世事逍遥快活 而身为世子的他虽然很想和他在一起 但却不能肆意妄为 只能忍痛将他抛弃 可世子不顾生命危险 也要保住这个给自己美好回忆的齐女族 并让小姨将齐女族收入楚国境地 得知他还活着的女帝愤怒不如 大皇子更是想要杀而快之 可世子派了六队人马高呼楚国大圣 让女帝不能在此时下手 为了制约世子府 女帝决定将皇子和世子的婚约继续推进 想要通过皇子做自己的内应 一步步瓦解世子府 却不想回到大楚的世子 竟公然违抗皇命 谢陛下恩典 恕臣不能领耻 你很勇敢 那好 朕就成全你的勇敢 来人哪 女世子只喜欢女人 却突然要娶身份低贱的花楼 济男当主君 可当他和千万少女都想娶的 宰相之子退婚时 竟发现二人是同一个人 沈夜 苏荣卿见过世子 而本该庆幸心爱之人 是婚姻之人的他 却宁愿被皇上打入死牢 都不愿意和妻结婚 原来苏荣卿是皇上 要安插在他世子府的内线 母亲又下了死命令 让妻过门就去见阎王 所以为了保护心爱的男人 她只能拼死退掉婚约 不料竟引发了一起朝堂风过 母亲为了救她出狱 不惜调动二十万大军 逼皇上放人 你调动荆卫寺 这几乎等同于谋法 你回去告诉我 我只想救女儿 可不动我的女儿 我就不行万难之势 可皇上竟派出 和他有仇的大皇女 逼他同意婚事 你娶不娶苏荣卿 我不娶 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 什么叫君 什么叫臣 你当真要对我动手吗 来人 先打五十大板 一旁胆小怕事的好友 这次竟努力阻止 大皇子伤害世子 哪只被一脚踢在门板上 明知道世子 不会同意结婚的大皇女 更是假惺惺未寻世子 得到想要的答案 直接拔剑要杀而快之 不料好友再次挺身而出 你没有皇上的旨意 不能处置世家子弟 可想要杀了世子立威的大皇子 怎么会受他影响 没想到贪生怕死的他 竟如此给力 不如万千也是世家子弟 若你想立威 杀了我足以 不料被一巴掌打到发的心脚痛 大皇子则准备将二人一起杀掉 而此时世子的母亲 已经开始在和姐妹们等待出击 皇上收到消息更是心急如焚 生怕世子母亲来侦断 不料大理四卿又带来大皇子 要杀了世子的消息 恨铁不成钢的皇上 只能下令保住世子性命 却不知世子已经在大皇子见下 幸好沈从突然出现 世子本想让沈从将好友带走 可大皇子兵力太强根本没有机会 就在他们被团团围住时 苏荣卿带人飞声赶来 感动不已的世子 却想起了母亲想要其性命的一幕 言语也越发的冰冷 婚我毁了 甚至我也抗了 从此你我再无瓜葛 不料高冷无情的苏荣卿 竟让兄弟当场给他表演 可不知苏荣卿真是身份的大皇女 却在发狠话 让他这个身份低贱的技男 不要多管闲事 他却只看到世子一身的伤 你这一身是他弄的 实验 实验 你给我听清楚 我今日不杀你是因为他 与你是什么东西无关 大皇女刚要发飙 世子母亲的军队就及时赶来 你们书家果然需要造反 我要是造反 第一个杀了你 你敢 反皇上口欲 皇上本想下令让其进宫 让世子的母亲有所顾忌 世子却为了两方平衡 选择了回家 当天晚上 苏荣卿就收到世子 让他重开花楼的书信 而第二天苏荣卿紧张到直冒汗 一众兄弟更是坐在一旁等待吃瓜 不一会世子就无比淡定地出现 没有生气大闹 也没有任何的责怪 就在一众兄弟不知世子到底适合用意时 世子一个巴掌甩了上去 如同打在了各位兄弟脸上 这场戏就得这么开始 的确是有一点 对不起脸皮有点厚啊 原谅你 多谢您不喊厚 准备一下吧 我需要你一点点的眼睛 那你给我一点点的时间 我需要酝酿一下 不然太虚强了我影不出来 而世子请来的所有名门贵族的小姐 也如约而知在门口等着看戏 只见世子刚出来 苏荣卿就带着兄弟们哭闹起来 我要娶的人是苏荣卿 从今以后我们再无关心 他不要我了呀 贵 这么一闹 成功让所有人认为他之前因为南纪毁婚 只是一时的糊涂不成器 而不是对皇上的不敬 如此一来 皇上有了台阶下 母亲也只当这次出兵是普通巡查 可最终他还是一把巴掌打了上去 这一下是认真的 即便你以苏荣卿的身份嫁给我 你未形同陌路 因为他想要让心爱的人活得久一点 就只能假装对苏荣卿厌恶没感情 哪知在大婚当天他居然要对苏荣卿下死守 这种风俗可曾出过什么意外吗 难道还有七主射死自己的新主君不成吗 他好像是认真的 怎么可能 好主意 新婚之日新郎静坐在喜教里 可知书达理的新娘却拿着弓箭对准面前的如意郎君 而新郎还在天真的以为这只是风俗 不料下一秒新娘的箭就射了过来 看看里面的人是死是活 活着赢出来 死了就算了 原来新娘是大楚的第一世子 英宫高盖主被女帝忌惮 更是为了瓦解世子府的势力 不惜和敌国勾结绑架世子 可世子能力太大还顺势将敌国打得节节败退 就在女帝不知如何是好时 竟收到世子和丞相之子沈叶情投意合的消息 哪知最忌惮世子的女帝 居然不怕两家联姻势力更少 立马召见沈叶让其嫁入世子府 而条件就是让沈叶做瓦解世子府的内容 可和世子情投意合的沈叶 却毫不犹豫答应了下来 只因女帝将她真实身份告知 你是朕的儿子 朕给你一年的时间 你需要一点点从内部让书家瓦解 不料二人的街头 刚好被来找沈叶的世子发现 可世子即便知道他们的计划 却还是不忍心将她杀害 甚至为了保护她 不惜抗旨也要取消婚约 最终被打入大牢 哪知早就知道皇上计谋的世子母亲 当即要起兵和妻叫高下 不敢硬刚的皇上只能将世子放了 为了不让母亲为难 世子同意了婚姻 在大婚当天母亲就劝她和沈叶保持距离 今日你大婚满朝文武接贺 但是母亲却要来提醒你 不管她是苏荣卿还是沈叶 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而世子为了保护心爱之人 竟要直接将红氏变成白氏 让母亲都大吃一惊 毕竟是你的婚礼 要图个吉利 此事可以慢慢来 自然要弄死她 何不趁早 反正宾客都在 也不用再请客人了 所以在迎接沈叶时 她才毫不犹豫将剑射径洗脚 本想做做样子 不料体弱多病的沈叶 净徒手接住了剑尸 还将前来探情况的世子 一把拽进了喜脚 怎么 还没有里程 被要谋害金风 既然你不听去 又要重新 那你就好好接受这种方式吧 既然你一件没有射所 那就得劳烦世子殿下 言我如辅了 下一秒叫顶瞬间敞开 沈叶抱着世子纵身一跃进入院子 不料刚好落在丈母娘面前 看到这一幕的母亲虽然生起 但还是看在众多宾客的份上没有计较 可当沈叶进茶时 母亲却没有接受 你入了叔府 就是我们叔家的人了 以后你二人要和美 你要体贴 照顾你的妻主 请遵主母教诲 更是借口把世子留下招待宾客 让沈叶独守空房 在半夜三更 世子裁罪熏熏的回到房间 可沈叶的兄弟们竟寸步不离的盯着世子 直到沈叶发话 连同世子安排的一众府邢 都一一撤出新房 沈叶这才说出自己心中所想 世子又为何会安排府邦 我在提防你 是告诉别人 告诉家主 你在提防我 他知道世子这是在为自己着想 不但逼着把交杯酒喝下 还要和世子动访 难道你还敢对我用强啊 那世子就看沈叶 敢不敢对你用强啊 你要干什么 还请妻主帮我摘掉面纱 你想的没 不料头是将面纱取掉 沈叶把世子拥入怀中 直接强吻 可世子虽醉酒 却知道二人不能相互表达情感 本想将沈叶给绑起来 哪知将二人死死绑在了一起 连床都塌了都没能解开 就这样二人相拥睡了一个晚上 醒来后仍旧在费力地想解开绳子 不料给前来伺候的兄弟们 吃了一肚子的狗粮 结果是死 滚开 妻主去哪啊 你少管我 你一会儿要去给母亲请安 一同去吧 稍后也可以跟您禀报一下 嫁妆戏关 你自己去给母亲请安 是一块儿吧 别再跟着我了 无奈的沈叶只能独自来给母亲请安 哪知母亲竟直言在想 怎么才能杀了她 而她竟没有一丝恐慌 原来家主是因为这点小事心烦 那是荣卿的错了 可母亲让她出出主意 怎么杀她最合适 她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乱之舌 给母亲分析自己的身份 不能轻易杀掉 可主动坦白皇上的目的 成功让自己多活了一些十日 可她好不容易暂时解除了生命的危机 去看望闺蜜的狮子 却要屠戮闺蜜家满门 车儿 你叫我放下吧 活蹦乱跳的女孩突然病入膏肓 可把她捧在手心的母亲 却祈祷祖宗赶紧把她带走 哪只塑料花姐妹 竟不惜得罪她全是滔天的母亲 也要带她去找民意诊治 没成想她宁愿死在家里 也不肯相信姐妹 可她不知道这是母亲 从小就给她下毒所致 母亲有恃无恐地要将她小姐妹赶走 就在这孤立无援的时刻 小姐妹新婚夫婿及时赶来 不仅将人成功带走 还找到中毒的根源 可这解药 却是万年难寻的天下质宝兵残破 门外的男子突然闯了进来 兄长没想到男子竟还是忘不了和仇人的感情 原来男子本是大厨三百年来的第一位男官 却被心爱的女孩害到家破人亡 可看到女孩病入膏肓 他还是坚决地求兄长救活女孩 却不知这冰残破已经被当成嫁妆 归小姐妹所有 不料小姐妹毫不犹豫就给女孩用 哪知这冰残破 竟只能用致阳的畜男血融化才可见效 男人瞬间割破脉搏放出两斤的鲜血相救 你这家伙动作倒是快 你拿盆去切这别乱的 可男人没想到的是 他失血过多晕倒刚刚醒来 去看望女孩却不见任何人影 他见此状况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整天练武麻痹自己 不料尽查到女孩中毒的真相 就在他不知怎么才能告诉女孩时 女孩竟在他生日这天突然出现 不仅带他去了自己往年祭拜的地方 还企图自尽想要赎罪 幸好男人及时阻拦 他知道当初家族被灭不是女孩错 在我眼里 除了你 慕容一门 无人信败 无人冤枉 我答应你 只要你离开慕容家 所有的仇 我意见单了 我会一直保护你 而我们的婚约 什么意思 可女孩心系家族不愿跟男人离开 即便男人说出女孩生病是因为中毒所致 女孩还是扬长而去 而女孩怎么也没想到 刚到家就被情笔金尖的妹妹赶出了家门 还想要上手殴打 不料伤了新的男人出现 跟我走 我要回家 如今你已经不是慕容家的人 想入府 做梦吧 若她想 我便护着她进去 或者踩着你进去 哪知妹妹竟要让女孩像狗一样爬着进门 男人不忍心想要阻止 却被女孩的一句话扎了心 沈总公司 这是慕容家的家事 请你不要再管 这个家 你一定要回吗 我慕容府执行家规 慕容外人插手 以后你的事 我亲自变 我不再管 没想到妹妹竟想直接将女孩打死 不料打在男人身上 最终男人还是将女孩病入膏肓 和亲生母亲病死都是中毒所致 因为是乌寒毒 所以才会是心急不治而亡 而下毒的人就是女孩认作母亲的姨娘 并希望女孩不要再执迷不悟 得知真相的女孩想到自己一直以来的遭遇 决定出手反击 想要报仇吗 夺回家主之位呢 男人本想报仇的同时帮她一起报仇 可想要替亲生母亲报仇的她 不仅没有同意 还为了保护所谓的家族和男人决恋 伤心欲绝的男人不愿死心 第二天就绑架了女孩的妹妹 想让女孩看清事实真相 你的母亲慕容于 从发誓要将家主之位还给她 是这样吧 那为何又将她赶出家门 你们从来没有想过皇位给她 是不是 可被赶出家族的女孩 听到妹妹坦白的罪行 不仅毒杀她亲生母亲 还从小就给她下毒 却还要蒙着自己的心 认为是男人逼迫所致 更是因为妹妹的一句话舍命相救 我替母亲向你道歉 我保证有你回慕容家 你走 我再说一遍 男人提醒她已经被赶出了家门 她还是用身子护住了要杀她的妹妹 你若杀了她 先杀了我 你为了回慕容家 确实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就是想回家 我有错吗 不死心的男人赌上了自己的性命 拿好 要么杀了我 要么让我杀了她 师兄 你先把她放下来 杀人 你敢吗 不要逼我 温柔贤惠的女人 竟当着相公的面掌难解 哪知生性残暴的皇子相公 不仅没有生气 还邀请女人一起跳舞住行 你看不出来 我在羞辱你 就在刚刚 二人还在有情调地洗着鸳鸯浴 不料皇上派来监督的大内总管 又在记录他们的恩爱 女人瞬间没了兴趣 走了 这是 围观本世子沐浴呢 世子与主君 已共同沐浴半个时辰 辛苦了啊 敢问世子大人 您与主君胸目之时 所作何事啊 敢问内官大人 您身体可否还贱说 内官大人 我一会儿出来与您戏说 你们就听他好编排吧 哪知刚到房间 就遭到大内总管 要二人同房的提醒 他提着十九米大刀冲出房间 本世子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内官大人最好想清楚再说 世子大人 下官今夜无事可计啊 所以还请世子大人 以主君共起 你办自己的差事 让我给你提供素材啊 下官除了记事之外 还有督导之责啊 本世子如何过日子 用你来督导吗 这也是下官的差事 不料被大内总管拿下人的性命威胁 他只好乖乖抱着枕头去找皇子 而皇子此时也抱着枕头前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家里 居然没有一个睡觉的地方 这一切还要从女人的身份说起 原来女人是功高盖主的女世子 皇子则是皇上为了能瓦解世子府的内心 殊不知二人早已情投意合 世子更是为了不让母亲杀害皇子 假装对其厌恶至极 让母亲放下戒心 不料皇上直接一道圣旨 还要二人一年之内生个孩子 母亲一听就知道皇上打什么算盘 对皇子更是忌惮 可世子为了迎合皇上的圣旨 竟直接带皇子光明正大的逛街购物 哪只整条街的铺子都是世子的资产 更逛自己后花园没什么两样 这好不容易和皇子秀完恩爱 他还要想着去迎合母亲的意思 并将皇子带到花楼羞辱 光明正大的撩拨难记 可皇子和自己的一曲舞蹈 让他的计划前功尽弃 第二天一早就被母亲责罚 皇子看着心爱之人受罚 也主动上前陪同 不料世子竟为了让皇上和母亲满意 准备让二人一天清静一天梳理 你当着想过这样的日子吗 我的想法有用吗 我只知道以后的日子不复遗忘了 看着两头为难的世子 皇子暗暗下定了决心起身就离开 世子还以为他陪自己受罚 只是在做样子给大内总观看 却不知皇子直接找到了他母亲 您与皇上各怀心思 但总得有人真心对他好 我不愿他为难 为了不让心爱的世子夹在中间 他不仅直接将皇上接下来的计划说出 还毫不犹豫吃下了丈母娘给的毒药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 这瓶中是何物 他却只知道世子不再为难便是自己所愿 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 这瓶中的毒药无几 它何时发作 怎么发作 如何缓击 只有我知道 从今以后 我就在你头上悬了一把剑 他却很开心终于能成为世子府的一员 而得知皇子去找母亲的世子 还在万分担心他的安全 不料看到二人情同母子的场面 让他属世惊呆了双眼 甚至以为是母亲决心要杀了皇子 在皇子离开后 他就赶紧给妻求情 却被母亲无情打断 不仅让他好好对皇子 还让他在自己面前不必遮掩 不明所以的他只能找到皇子打听 甚至亲自下厨表达成名 哪知皇子只说对他的用情太深 感动了铁石心肠的母亲 不愿相信这个理由的他 第一次严肃地询问真实信息 皇子知道他不想让自己帮着皇上 也不希望自己与皇上对立 世子的良苦用心自己又何尝不知道 可他只想让世子不再委屈自己 想要让世子活出自己生活 你的心意我领了 但是这件事情太难了 难的事情不交给我 你还指望谁呢 如今母亲大人那边已经不需要担心了 而皇上那边我也自有办法 而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更好 相信我 于是皇子借着和世子玩游戏的借口 将朝政荡成沙盘和棋局 让世子做皇上指挥江山 而世子不知道的是 在他玩游戏的时候 朝堂动荡屡屡发生大事 关键时刻世子母亲像游戏中一样要离开京城 并将兵符交给世子 最近局势诡诀 京卫营 暂由你调动 祭出书家为宪 他结婚十年 终于等到和老婆同房的一天 可第二天一早他就中毒昏迷 哪只爱了他十六年的老婆 竟淡定如水 还拿刀扎向他的大动脉 就在昨天 他突然发现懦弱了十年的相公 竟将朝中的官员们 全部换成了自己随口一说的人 就连一直监督世子府的大总管都为命是从 加上母亲在这个接骨眼上要前往青州 他确定了相公是想要造成乱世谋反 于是他为了拖住要谋反的相公 直接打着第一世子的名头 开了家女人逛的花楼 可生性残暴的相公不但没有生气 而且还带着弟兄们亲自在门口两客 哪只世子邀请世家千金前来捧场 相公竟请出了重千金的母亲 你请了那些大玩家都不算新鲜 人请了可是大玩家的妈 这都新鲜 这个太新鲜了 世子本想以千金们都在的借口阻碍 却被其中一人的妈妈轻松化解 花楼无大小嘛 刚好可以增加一下母女的感情 说的也是 更是垂涎他亲爱相公的独门火秀舞 无计可施的他 只能看着自己的相公跳舞住行 本想着只要能拖着相公就行 殊不知军权在守的母亲 已经集结人马准备开始行动 即刻出发 入城之后将三品以上官员控制起来 若有人不从 杀无赦 可相公万万没想到的是 世子为了试探他的虚实 不但集结了金卫营的人马和他一较高下 还直接坦白会拼尽全力阻止他谋反 却不知相公是看他在母亲和皇上面前难做 这才想要为他谋夺江山 他却觉得相公和自己结婚就是为了皇位 你想要谋着江山 那就去谋啊 你为什么要来招惹我呢 你要江山 你为什么要来住我的心 神爷 你说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对吗 对 那我要你的命闭上眼 相公听话地闭上双眼 世子却狠狠将他嘴巴咬破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他 一把将世子搂过来 可一夜缠绵过后 他就中毒昏迷 不知真相的世子更是拿刀要将其杀害 在发现他有可能不再醒来时 瞬间慌了神 来人 快来人 侍女的出现 让他知道了相公为了和自己在一起 不惜喝下母亲给的相思度 所以他离我越近 但是离皇群越近了 不尽好手段 后悔不已的他带着相公去思源养伤 却不知这才是相公最后的招数 将他置身之外 待宫中打乱再去平反的计划 世子虽然对相公心怀愧疚 却始终不放心宫中变谷 还派出闺蜜去相公兄弟那里打探详情 可世子怎么也没想到 相公好不容易醒来竟变成了残废 满心愧疚的他不再怀疑 并承诺自己定会陪相公到牢 甚至带齐去河边散步 不料蒙面人出现刺杀世子 相公竟直接站起来去保护 而派去打探的闺蜜也在此时赶到 世子一脸的不可置信 但想到相公皇子的身份 也就明白了谋反之意 不料听到母亲和当今皇上是谋反起家 不仅杀了二十万无辜的将士 还杀了相公的父亲 而相公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暗庭民地 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是万恶之人 世子本以为相公是为了报仇 直到相公将事情挑明 你谋划的是让我当皇上 对 我受够了你提心吊难 我不要你在左右为难 不要你在受制于人 我要让你高高在上 任何人都威胁不了你 想不到你的嫁妆 竟然丰厚到了一座僵尸 相公让他再等两天 就可以还给他一个全新的皇位 到时候他就可以不受人制约 可以随自己心意生活 却不想他前脚刚走 世子就约了大皇女 没想到咱们还有合作的一天 我也没想到 我的底牌竟然是殿下名 而此时世子的母亲 已经带兵宫到了大殿前 和皇上兵戎相见 不料世子带着重伤的大皇女赶来 想要劝皇上和母亲休战 战事一起 会有多少百姓流离 多少将士 不知为何而战 那么多人命 终究抵不过权力来的重要吗 请皇上 请母亲大人 三思案 可最终还是被母亲下令赶走 突然相公带着先帝遗诏出现 王子沈夜替天下讨逆 先帝遗旨在此 为云兰实属逆贼 铁证如山 谁还敢为其效命 杀无赦 你说得对 他们听不进去的 就在相公意气风发地 指责皇上和丈母娘时 世子突然被一只暗箭射穿 相公瞬间失去理智 吃起风的剑 世子以自己性命停止了这场战争 相公则陷入无尽的痛苦 带着世子的尸体游边万水千山 无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